國軍桃園醫院急診室門口 直接關門 門診部分也全部暫停 改為止出不進 卸決病患 醫院旁邊設起了臨時篩檢站 醫護人員在場準備 要對院內人員全部篩檢 院內裡頭有兩名加護病房 護理師一名病患 以及護理師家屬確診 四位確診的個案 他們是在同一個區域 所以我們也針對該區域 進行清銷 然後以及相關的人員 我們也做了隔離 大學生衛生局表示 確診的病患護理師 因為屬於同一個區域 接獲消息之後 立刻就暫停門診緊急消毒 他們進來都要去做那個PCR 那這兩天有說要再做網廟 沒有啊 平常去面對啦 對不對 所以家人是在普通店嗎 對啊 衛生局表示 四名確診患者 除了ICU護理師 病患 還有包含護理師的家屬 已經有擴散的跡象 因此除了護理人員之外 包含出院的病人 也都得全部匡列 回到醫院採檢 我們還會對這個社區 有這個出院的病人 也會在匡列 那並全面採檢 那這個目前狀況 正在疫調 還要正在這個匡列中 至於感染源 和相關疫情調查 目前市府 也在積極追查 釐清中 TVBS新聞 林志偉 桃園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